大家好,這裡是美美烏宇 今天要來分享奇路旅人2的前期賺錢攻略 遊戲中盜賊、學者雖然可以搶NPC道具 是前面最快且最賺的方法 但是只能搶一次,錢花完就沒了 就算前期用獵人抓捕了光兵 在高等級的洞穴裡面刷錢 也還是很容易被秒殺,沒很好賺 所以這部影片要來分享其他的賺錢方法 包括增加戰鬥的獲得金錢量的裝備如何取得 以及很容易被低估的賺錢職業技能 商人雇用、獵人加工 最後介紹我10分鐘賺取3萬塊的方法 那就一起來開賺吧! 有一件裝備叫做繁華護身符 效果為戰鬥結束時獲得的金錢增加 絕對是前期賺錢的必備裝備 獲取地點在五娘的出生地 大陸西半邊、里夫蘭多地區的庫羅普德爾 晚上的時候,該城鎮的酒灣裡面 就會有一個支線任務 醉醺醺醺的貴族 只需要用地圖指令把貴族打暈 就可以解掉任務,拿到繁華護身符了 順帶一提,這種增益道具 只要隊伍有一個人裝備 就是全隊都有效果喔! 商人的晚上地圖指令雇用 像是個增加戰鬥幫手的技能 但其實帶來效果的經商才能才更是重點 能讓玩家在買賣時獲得NPC的經商才能效果 其中比較OP的經商才能 例如8%機率購買半價 如果使用不斷獨存檔的SL大法 不就等於買任何東西都半價嗎? 另外還有賣東西時價格增加25% 遊戲從頭到尾賣東西都增加25%的話 金錢量也是相當可觀 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很多好用的經商才能 懶得一個一個看沒關係 至少保持商人的身邊有雇用一個NPC吧 獵人不只可以抓魔物 還可以賣肉賺錢 他的加工技能 把抓起來的魔物加工做成肉 這些肉是個賺錢的好東西 一個平均能賣到500塊 有些魔物加工也不只產出一塊肉 平常戰鬥時與其把魔物給打死 不如用獵人的技能把魔物們抓起來加工 反正戰鬥結束時的錢、經驗、JP都一樣 還可以多賺一點小外快呢 綜合上面的賺錢小技巧 最後來介紹我10分鐘賺3萬的方法 隊伍帶上學者、商人、盜賊、獵人 裝備帶上繁華護身符 商人裝上被動技能增加金錢掉落 刷錢地點不限 但我選在大陸東半邊 布蘭蘭多地區的廢棄水路 進入戰鬥後 學者AOE法術打殘魔物 商人使用收錢 盜賊使用偷取 最後獵人用抓捕加工成肉 把每個魔物都炸到最乾 刷10分鐘後找個商店 帶上有經商才能 賣東西時價格增加25%的NPC 他身上的肉全部賣掉 這樣子錢就非常多了 這一代的賺錢方法相較於第一代多元很多 可以用搶的也可以用刷的 非常多賺錢的小細節 最有趣的還是商人的僱用技能 很像在中游列國尋找有經商才能的人 找到就發財啦 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趣或是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並幫影片按個讚 之後也會出更多的奇路與人2的內容喔 那影片就到這邊大家掰掰 掰掰